你 他们还真还快啊 这件事就牵扯到 太多人的利益了 前几天啊 廖叔弟啊 跟我谈了次话 我让我出城际 别惹事 这脑子里跟灌了水泥似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出城际是对的 但是别惹事嘛 当话呢 就不要怕惹事 是看你做的这件事 是给百姓做的 还是给自己做的 如果是给百姓做的 就什么都不要怕 我要怕惹事的话 我到这溶洞里来干什么 得了几个月 干什么呀 无死 才能无畏 郭总长 如果跟你在一块吧 这心就特别踏实 是不是给我施了什么魔法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 还行 还行还行 费了那么大的钱 花了那么多时间 牺牲了那么多 请爷爷似的 快请回来了 现在跟我说 要拆 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这事你得想开点 你就为这事牺牲了多不好啊 这么好的活 你们环保部门 为什么不去谈啊 去谈啊 谈得着吗 我这是 这附近没有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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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就算是有工厂 这得排多少年多大规模才能做到 这是暗管排污 这是暗管排污 真正有问题的 除了那些排污 创造的企业 是那些经过验收合格的 你得要一转打电话 把市委班子全带着吗 现在 你真的要有一段时间 行吗 你得到吗 行吗 你不想找到 你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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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给我下课去 我问你 南蛙山这边到底什么情况 你不知道 南蛙山乡伟作为一级组织 你告诉我你不知道 督察组的组长 在你们那儿待了那么长时间 你告诉我你不知道 你先走说 马上说 我和廖书记啊 在车上 马上就到 你要是让廖书记下不了台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他们什么时候去的 去了两个多月了 你们不查一下吗 他们每天都在干什么 又是个不知道 村里面有联合质保吗 一下住进去那么多北京人 那口音听得不对 你们往上汇报啊 好了 你们就当着什么都不知道 你通知乡镇那边 全部回到岗位上 随时听吩咐 你听吩咐 这个事情等我从南蛙山回来再谈 好吧 他们一下去 没有通知乡镇 乡镇那边现在还蒙着呢 乡派的所去过一趟 说他们都有那个地质勘探的工作证 以为是搞科研的 你看都是读书人 可能乡亲们处得都挺好 所以就没管 南蛙山乡镇党委 我很熟 都是借老师 他们应该不会你干什么 我们到了之后啊 让他们乡镇党委班子 全部必须到位 跟我们一块上产 他们随时等通知 但是我不明白 这王主长什么意思 他让我们 试常委班子过去 我们带着乡镇干部过去 合适不合适啊 这可还不明白 这三堂会审的局面吗 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吧 用A刀我也是第一个 去 门 就把门碰到了 口径 把门碰到了 快 走 走 走 来 我反断 钱总 别打了 投降了 投降了 别打了 钱总 来来来 你在这儿干什么 急事我听你说啊 什么事 我们市委的班子 全去南瓜山了 去南瓜山了 对 那个中央督察组的王成 他没走 他今儿早上打一电话 我们这班子全去南瓜山了 您的老同学 郑寒江也去了 他也在 对呀 我级别不够 我肯定出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 我去不了啊 他要是知道什么事 肯定那货都得我担着 你打个电话问一下 问一下我心里没底啊 赶紧打电话 这按管排污啊 越到下面越严重了 白白叔 你能不能定位到 岸管的位置 那就慢慢挖呗 先确定污染的范围 再测污染 去年啊 我们在沙漠 发现一处岸管 用了半年时间 才找出岸管的隐藏位置 半年可不行 南瓜山这一带雨水丰富 夏天一到山洪一下来 这水全都冲到岐江里 那就完蛋了 那也没办法呀 只能慢慢挖 你别没办法 你这 王队长 王队长 真吓着我了 这潜伏是吧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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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试 学试吧 我看我的 你干你的 有事呢 打个招呼 没事就不托扰我 你看 全都到位了 来 我给你看点 你没看过的 好好 好 谢谢大家